所以 善导大使说了两句话 祝福所以新出世 为舍弥陀本云海 这说明 祝福如来 祂为什么出现这世间 出现这世间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这一桩事情 把净土法门 介绍给大家 劝大家了 真心 真愿 真念佛 这一生呢 决定得生净土 人只要往生净土 就成佛了 这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为 生到极乐世界 即使烦恼一平为断 同居土 下下平我身 这最低的了 可是生到极乐世界 就得到阿弥陀佛 本云为神 加持 借做 阿维 悦知菩萨 阿维 悦知菩萨 就是成佛了 你看禅宗里面讲 大吃大物 明星 见星 那是什么 那就叫阿维悦知菩萨 见星成佛了 他又没有见星 没见星 没有见星 怎么也要去成佛呢 佛力加持他 他的神通 道力 就相等于 明星见星 换一句话说 他就有能力 与一切众生感应到就 众生有感 他就有应 应以佛生得度 他就能先佛生 这是净土 不可思议 这是净土 所谓难心之法 一般教下的人 你给他讲 他摇头 都不相信 哪有这种道理 这就是 对阿弥陀佛 本运为神 加持 没有信心 心难心 男性 我们能信 我们现在相信 净什么 第一个 过去深中 善根深厚 这是肯定 第二个 如果善根不够深厚 在这些森当中 大乘经教里面 常识善修 也能把你这个相根 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这都要缘分了 那我自己对于尽宗这个善根 就不够深厚 如果没有这么多年 大乘经教的 寻修 我还是不会相信 不深厚 年轻的时候 离病难老居死 把净土 教给我 劝导我 认真学习 我对老师 不敢违背 但是没有去找走 走阿南那个路子 不认真修 学广学多文 对经教非常欢喜 尤其对华言 论言 我跟诸位讲过 我这一段的意思 我相信净土 是从华言论言上来的 论言经 是我年轻的时候 主修的过程 我记得讲过七遍 但是七遍里面 只有两遍 是讲圆满的 其他的五遍 没有讲圆满 以后讲华言计 十几年以后 华言计讲了一半 突然有一天想到 文书普行 学什么话 华言计还没讲到 在后面了 翻后头的经典 翻到最后 四十几年以后 原来 文书普行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求生西方净土 再细心 再细心去观察 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 是文书菩萨的 路舍弟子 这是这一门神呢 他学所传的 所学的 肯定 秉承老师的 不可能跟老师不一样 细心去看 五十三层 果然不错 你看第一位 善知识 中国人讲 心如为重 吉祥云比丘 他修什么法文 博主三位 专修念佛 求生进度 这第一个人呢 中国跟印度 都有这个说法 心如为主 这个关系最大 五十三残 最后一残 普行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恍然大悟 善才童子 原来是 专修净土 一门神父 常识寻修 一生成修 当中五十三残 是为 弘法 护法 修学 必须的 过程 自己成就 这一门就够了 洪乎 那是 一切都要懂得 洪乎说 成就后的 就是 无所不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